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8月30号 周三 这是8月的我们看是倒数第二天 明天是最后一天 周五的话呢 之前市场可能更多还是一个平静的度过 但是市场的主几率其实基本上已经定掉了 就还是一个健康的回调 还是一个健康的回调 那我们看最近市场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VALT的ADTIC开始出现了更多积极的行为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我们希望看到的 那积极的VALT的ADTIC 那带动了就是整个市场的整体的资金流的变化 当然了我们希望看到更多个股的资金流 或更多的一些细微的线索 然后好消息的话呢 我们看到最近VDIX也在不断往下走 然后日元的话也没有来搞事情 那整个原油新型指标也没有看到什么太大的问题 原油价格是倾向于往下走 然后今天有一个跟大家有趣的一个分享 就是周期图 之前我们说过在MultiChart上面的周期图可能有点问题 对吧数据原因打不开 但是呢 在TD上面现在也可以用了 这个也是要感谢某位在期货狙击班的同学分享给我 以后我们也会有更多的交流 到时候试试看看我们把MultiChart的东西搬到 这个TD上面来 这样大家都可以用得到 而且可能占占据更少的电脑内存 大家手机上次都可以看得到 对吧 然后这里我们看周期图 周期图那个这个原理的话 我看了一下跟我们MultiChart上周期图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然后就是日线图 周期图现在是向上那个周期 没毛病 然后呢 我们看到四小时的周期呢 已经来到了区间上延 所以这里可能暂时来说会有一些压力啊 但是我们看到大的周期是向上走的 也就是说这条回调 这轮回调已经到位了 基本上啊 这轮回调到位了 然后呢 现在开始一个经差向上 开启可能向上的这么一个周期啊 那就是这边目前我们看到 这个图形所显现出来的周期方面的一些东西 也可以作为一项参考吧 不能说是一个绝对的东西 但结合我们所谓的资金流啊 包括其他的东西啊 确实是还是很大的帮助的啊 那如果说把周期图 包括还有Vault ADD Tick这种综合加在一起使用 那我觉得TD这个功能就非常强大了 也非常完善了啊 作为大盘来看的话 应该是没毛病了 对吧 那应该是没毛病了 那最近我们看美元 美元我们也说过 104这里是比较大的阻力 一时半会儿 那我们不期待104能够过去 然后呢 如果按照之前的规律来说的话 可能会往下砸砸回到100附近 再做一个回踩啊 那这里的话看一下 如果说美元往下走 这里接下来102.5 然后再往下100啊 甚至往下更多 可能会有更多的支撑 暂时来看的话 我觉得美元短期的趋势已经出来了 一个双顶 然后可能需要往下回踩 那这里对各大资产价格来说 是一个利好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资产价格 在最近是出现了反弹 不仅是大盘了啊 更多我们看到的是 其他的资产类别 尤其是像国债啊 这种大众商品啊 这种可能是我们最近反弹 是比较凶一点的 Mount Today的话 依然还有很大的空间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指数啊 大众商品的资产价格 其实在这一年 这一年表现不错啊 这一个月表现是很差的 然后最近才开始反弹啊 才开始反弹啊 那美元这一个月涨的比较多 涨了2% 然后回落了一点点 那现在我觉得很多资产价格 可能都会有一些反弹的机会啊 所以我们看这里 Relative One Day Performance 很多资产价格开始出现反弹 尤其是黄金白银 在美元走弱的情况下 当然美元没有走弱情况下 就出现相对强势了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啊 那白银也绝对的强势啊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对吧 然后我们看还有就是 Performance Group来看 也不缺乏任何领导者 这一周来看很强 然后从这个我们关注的列表来看 也没有任何的毛病啊 中长线的这个持有或关注的对象 目前还是这么多只 里面Top Ganner今天有两个 一个是翻口 也是我们提到的 然后Open的 当然这个已经涨很多了 不多讲了 然后Space的话 Space相关概念的话 可能有一些短线炒作吧 跟着SpaceX 然后另外就是银矿 绝对的强势 反向指数的话 暂时不在石头上 因为我们说过大盘已经回家结束了 对吧 反向指数的话 暂时不做石头上的关注 另外多看涨的话呢 我觉得中带很强 然后呢 老布有些补涨的机会吧 半导体也不示弱 其实整个看涨指数来说 我觉得都有可学可点的地方 然后其他另外一些小的概念的话 这边我们就不多讲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那每天其实涨跌富房的话 其实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对象啊 也是我们希望去了解 可以观察这个市场一方面的 最直接的最直观的一方面啊 我们看从这个toploser topginner来看的话 今天上涨的股票 很多都是一些小市值的啊 如果要按照这个市值排列的话 大市值公司 其实今天上涨只有不到20只啊 里面包括ZLAT 然后很多中概其实都在里面啊 我们可能按照performance change来看 上涨在10%以上呢 其实也有不少的腰股在这里面啊 有不少腰股在里面 然后很多chall gpt ai相关的 然后还有跟区块链相关的 最近区块链股票是有些火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看到loser 也有一些跌幅在10%或以上的股票 有没有值得关注的呢 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 也没有看到特别抄底的 所以这边我们就不多讲 然后呢大市值公司下跌的话 今天也不多啊 总体来说市场还是比较强啊 只有umbrella 还有box啊 这些可能因为个别的 还有hello packer 因为个别的新闻 而可能会有些动静的啊 另外我们看资金流 整体来说是很健康 Vault ADD TIC都没有比较稳的一个稳固向上的资金流 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市场的积极乐观的一面啊 那在这种带动情况下 我觉得市场最终还是会往更高的位置走 然后很有可能也进入到9月份劳工节 我们所谓的这种季节性的规律的强势转折的点开始 带动市场往更高位置走啊 那那明天周四的话 我们到时候再看看AII的这个更新是怎么样的 对吧 因为季节性的规律是很强 估值虽然偏高 但是我觉得市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偏向于看好最低点已出 然后回调已经到位 然后借助这个低点参考 然后可以做一些做多的行为 对吧 看好的一些行为啊 这是我觉得最近我们可能关注的点 然后呢 财报相关的东西 我们看中概相关的财报 或者说很多美股相关的财报 在这一周或上桌表现都不烂 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吧 我觉得总体来说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我们看到当下的这个市场的节奏的 基本上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掌控范围内 只要周五顺利的这个安全的度过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会是涨一个月的 不仅是周五涨一天了 对吧 有可能会涨一个月 甚至直接涨到9月份 甚至到年底有没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就季节性的规律这里就值得非常详尽的一个参考了 我觉得前半个月 9月份前半个月都是涨 然后半个月什么跌回来 也就是9月份 这个是涨上去就跌回来 对吧 白涨 然后到10月份 然后到10月份又休息一下 然后到11 12月开始往上涨 这个挺有意思的 对吧 挺有意思的 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 我们明天早上的话 再来看一下市场的周四的 就是周五之前的市场的一些变化 用起来看一切都还是在我们的预计预料当中 好吧 那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年 我们再来 On the next time 中文 and stay palpable 拜拜